這條法律的目的和原意 就是國歌等如國旗、國徽 都是我們國家的象徵和標誌 是需要得到尊重 只是會規範一些蓄意去貶損國歌的奏唱 或者是故意去侮辱這個國家象徵的行為 所以我就看不到它和創作自由 或者表達意見的自由 會拉上任何關係 我們希望能夠在本立法年度 盡快將這個法案提交給立法會來審議 在過程中當然會有社會的討論 和有一定的諮詢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過分的擔憂、焦慮 說在本地立國歌法會引致誤墮罵 這些擔憂 我覺得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顧慮 要不要讓我們看到 我們可以來看看 兩不高跟輪助 三不高跟輪助 對三不高跟輪助 我們就不要建立馬 claro,到北投票 我們會想要穩定